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前30分钟 莫拉塔就完成了助攻没开二度 他本赛季的助攻数也上升至六次 下半场开场后不久 尤文再度破门 拉姆塞送出助攻 C罗小角度抽射完成没开二度 他也凭借着这二例进球超过一步 以12例登顶联赛射手榜的榜首位置 本赛季至今 C罗在13场比赛中打进了16球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35岁的老将 比赛第85分钟 费尔纳戴斯基助攻莫拉塔破门 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志号 一射两船 莫拉塔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 此一步后 尤文在联赛中以7胜6平的成绩继续保持不败 进一步缩小了与米兰双雄的差距 米兰双雄均将在今晚出战 届时积分榜的形势仍然会发生不小变化 尤文全场最佳 莫拉塔 塞罗 拉姆塞 库鲁塞夫斯基 达尼洛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